死刑已经执行的 怎么他没死啊 有这样一个概念 诧异 非常诧异 直到看完扫黑风暴中 孙兴的原型才发现 什么叫做真正的人间恶魔 扫黑风暴里阴狠毒辣的孙兴 成了不少人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但如果你了解了孙兴的人物原型 孙小果就会发现 电视剧完全就是太保守了 一个原本已经死了的人 竟然又活了二十多年 这个让一级警长都感到不可思议的 就是2020年轰动全国的孙小果 电视剧扫黑风暴的原型之一 剧中的孙兴就算有保护伞 但在杀完人后 也需要靠整容改头换面 才能继续作恶 但事实上 他的原型孙小果 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而他的罪行 也远比扫黑风暴拍的 要昌扛暴虐的多 2018年7月 在一起暴力事件中 民警们惊奇的发现 一位名叫李林辰的人 正是在20年前 就被执行死刑了的孙小果 而这一复活事件 恰巧引起了刚刚进入云南的 中央扫黑督导组的注意 于是立刻将孙小果一案 给挂牌做饭 也正是因此 一段尘封已久的罪恶记录 再次呈现在了人们眼前 剧中孙兴让徐英子 咬住桌脚的行为 就是导演为了还原 孙小果的残暴 所展现出的冰山一角 实际上后边 还有猛击后脑勺的动作 导致女孩三颗牙齿碎裂 牙床严重受损 由于手段过于残忍 导演就删减了 肘击后脑勺的戏份 而这只是孙小果 暴行中的九牛一毛 一切罪恶的开端 还要从1994年开始说起 当时年纪17岁的孙小果 伙同四名男性 将两位花季少女 强行拉上车 并在郊外对其时 进了轮间 事后几人扬缠而去 直到案发12天后 孙小果等人 还一同被缉拿归案 被判刑期三年 可判决生效后 孙小果的母亲和继妇 却通过伪造病例 帮助孙小果 非法保外就医 最后在其母亲 孙鹤宇的拉拢关系下 所以这三年的窑子 孙小果是一天也没蹲过 给他搞了一个假的病例 然后呢就做了一个保外就医 一天老也没做 母亲会为二子做一切 这就是母亲 不会考虑后宫 有了母亲的庇佑 孙小果更加肆无忌惮 更加的猖狂暴虐 多次实行强奸 和非法拘禁 折磨他们 让当地女孩人人自危 在取保候审期间 孙小果及其同伙 先后对五名女星 进行殴打 强奸和非法拘禁 等残忍的手段 而这些案件 在调查的过程中 因为孙鹤宇的干预 无一不是因为证据不足 无法逮捕孙小果 看着当地的司法机关 都对他无可奈何的孙小果 更加的肆无忌惮 在1997年4月的一个晚上 孙小果在某宾馆内 侵害了一名16岁少女 又在同年6月份的时候 在其他人的面前 侵害了学生张某某和波某某 甚至就连一名幼女也不放过 也就是说 光这两个月他就已经侵害了四人 可见这是有多么的猖狂 直到1997年10月 孙小果终于捅出了个大娄子 他命令手下将两名17岁的女子 强行绑到了KTV 此后的八个小时 两名女孩经历了生不如死的折磨 期间不停地对他们拳打脚踢 除了欧打之外 还要人买了牙签和竹筷 用筷子夹手指 以及用牙签刺剑受害者的私密部位 之后拿烟头烫他们的手臂 在经历了一个通宵的非人折磨后 孙小果也并不打算放过眼前 遍体鳞伤的女孩 第二天凌晨 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折磨 也就是开头咬茶几的行为 他逼迫女孩用牙齿咬住大理石茶几 然后从后面用脚踹起头部 以及背部 致使其牙齿直接碎裂 并疼痛晕倒 事情过后 孙小果的同伙还解开铺子 把尿浇在女孩脸上 让女孩咬着一个石茶几的那个面板 然后她在上面 啪一脚踢上去 在经历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折磨后 两位女孩均被鉴定为重伤 而这也就是扫黑风暴中 孙兴逼迫徐英子剧情的原形 自称昆明黑社会老大的孙小果 伙同他人对少女张某某进行殴打 侮辱 用竹筷和牙签刺 咽头烙烫对方身体 致使对方负重伤 女孩被人发现时 已经完全看不出人样了 最后经过医生的抢救 她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也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 这些案件实在过于恶劣 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孙小果立即就被警方逮捕 经过一番调查下来 她所犯下的恶行 简直是害人听闻 但在审问时 她却叫嚣道 我在云南有不死之身 但随着更多的受害人相继举报 即使孙小果的继父李乔中 在当地有不小的能量 也不敢过多插手了 而几年前 孙母伪造病例的事 也终于被人曝光 最后直接被判了五年 恕罪并罚下 孙小果被判处死刑 当大家都以为这个恶魔 已经被铲除 送往地狱之时 但魔幻的现实 其实才刚刚开始 1998年 孙小果恕罪并罚被判死刑 但她不服 提出上诉 于是赶在二审前 她的继父姓通过走关系 硬是将孙小果原本的死刑 改成了缓期两年之刑 这样孙小果只要没有新的犯罪进路 她就能被转为无期徒刑 实际孙母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2003年 她服刑出狱后 就开始联合丈夫到处拖关系送钱 在她俩的努力下 孙小果虽然没有被立刻放出来 但经过一系列违规操作 刑期却从无期 变成了二十年有期徒刑 之后又在他们的活动下 孙小果在监狱每个月的考核都是满份 连续七年被评为劳动改造积极分子 接连获得减刑 而了解相关法规的朋友可能知道 如果犯人在服刑期间有立功表现 是可以着刑减刑的 于是又没过多久 孙小果这个连高中都没上完的人 竟然发明了联动锁锦式防盗井盖 事实上 这又是孙母的暗像操作 她突然将图纸带到监狱 在监狱干点的帮助下 让同间懂技术的犯人 按照图纸制作出了模型 最终孙小果利用此模型申请了专利 获得重大立功表现 成功减刑出狱 本以为出狱后孙小果会有所收敛 没想到 她改名李林辰后 继续为非作呆 同见天日的孙小果 顶着李林辰的名字 在父母的资助下 继续做着灰色产业 经营着多家夜总会 而十二年的牢狱生活 显然并没有让她痛改前非 有恃无恐的孙小果 再次集结了一批打手 开设地下赌场 放起了高利贷 很快又成为了当地黑恶势力的头目 生活潇洒的可谓更胜从前了 可见她背后的能量有多大 如果不是18年这起暴力事件的话 或许还真有可能让她逃过制裁 但天王灰灰 数而不漏 2018年因为女友和王某 在KTV发生冲突 孙小果为了教训对方 一脚踢爆了对方的膀胱 造成了二级重伤 王某报警后 孙小果再次被捕 原本孙小果还嚣张地以为 在父母的保护下 又能相安无事 殊不知 等待她的是法律的制裁 这年开启席卷全国的扫黑风暴 让她父母终于没办法再帮她摆平 1998年 被判处死刑的孙小果在2019年 再次出现在又一起涉黑案件中 而此时的孙小果已经更名唤姓 名叫李林辰 当警方深入调查时 就立刻发现了她档案上的蹊跷 看到一个20年前就被判死刑的犯人 还能如此横行霸道 负责案的警员立马明白 她背后有保护伞 是我看见这个名字 我觉得第一反应 我就觉得 怎么他就出来 原来不是判死刑吗 怎么又出来 而且再次做案 这件事也惊动了中央20都岛组 孙小果涉黑案件 已经成为全国扫黑办 挂牌都办 中央都岛组都岛交办的重点案件 他们直接进驻云南 将孙小果案列为第一重案 最终在都岛组和警方的共同努力下 终于将以孙小果为主的黑恶势力 和其保护伞一网打击 终于在2020年 孙小果被判处死刑 这个早该下地狱的恶魔 终于流下了忏悔的眼泪 事后涉及此案的100多名公职人员 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其中孙母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几乎李乔中19年 而孙小果案也就此落下的帷幕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绝对不会缺席 而这起案件带来的影响 也值得我们反思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中间只要有一个人是严格执法 他的这个事情就走不下去 每一个人都松那么一个小口子 最后就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对我的战友也好 对李乔中也好 不去厌恨别人 厌恨自己 两次 每次五万块钱 给田伯送过十万块钱 那田伯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想方设法 为李乔中出主意想办法 他这个人 他不会就是很那个的 他一般呢 就是他意思表露了就拉托 李乔中这个人呢 很掌握中国社会的一种钱 就是一件事情 你只要放在他那 尽管他罐不大 当然他都会绕 绕 我不认识您吗 您认识他 他认识他 他认识他 最后绕到那 这次决策者 行了 咱们那个年代就吃饭 吃吃吃一路吃过去 吃到哪 好 再集中火力 再送点东西 就找到了 能办事也能办成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